生活总是需要一点糖的,愿今天的你是快乐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你的爱好暖,今天我们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妈曾经甩了我们师的首富,八年后,我把首富儿子揍了,老时逼迫我妈下跪求情,首富推开门,老子以前把你当公主养,含在嘴里都怕话了,你特么居然给人下跪。 周晚,你到底在糟蹋谁的脸? 我自小没爹,也从未见过任何亲戚,一直以来,都是我妈把我拉着大,她在便利店上夜班,常常很晚才能回家,所以她拜托隔壁的张奶奶,每天给孙女做晚饭时,顺便给我添个碗,当然不是白白蹭饭,妈妈每个月都给张奶奶饭钱, 但张奶奶收了钱,转头就拿来买牛奶和水果给我吃,她常常感叹我妈妈不容易,让我不要告诉妈妈,我点点头,她就夸我真乖,其实我只是感觉到,只有我乖一点,妈妈才能轻松一点。 在学校,我也是班里最不起眼的学生,虽然会认真听课,但从不表现自己,同学有时会叫我小哑巴,因为他们觉得我不爱说话,其实我只是喜欢偷听他们讲话。 小学三年级学生谈的最多的话题,还是自己的家庭,有的同学连爸爸长痔疮,妈妈都小三都说给大家听,班里有个男生叫万里云,是开学新转来的,他总是抱怨他的霸总爸爸, 他说自己爸爸每天脾气差得像条狗,脸色冷得像丧偶,他说自己爸爸没时间陪他,基本每天只有司机保姆在家。 他说自己爸爸眼里只有钱,他的生日就托秘书转送了张黑卡,总而言之,他不喜欢自己的爸爸,而我却羡慕他有个爸爸,也不知道为什么班里所有孩子里。 我最想亲近的是万里云,因为我没爸爸,据说万里云也没有妈妈,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同类,放学走路对时,万里云抱怨自己爸爸做饭难吃,我忍不住接了一句话, 我妈妈做的甜品很好吃,只要他答我一句话,我就可以给他带我妈妈做的甜品,可万里云却偏过头,狠狠瞪了我一眼,你什么意思啊? 我不解的看向他,你讽刺我没妈是吧? 万里云狠狠推了我一把,脸上满是利器,我跌坐在地上,还在发愣时,班主任方老师在后面喊,周念念,长眼睛没有。 路对纪律都被你破坏了,赶紧给我站起来。 我只好从地上慢慢爬起,拍了拍衣服上的灰,自从放学和万里云搭了一句话,我就莫名成了他和他跟班的眼中钉,每次从我座位旁边经过,他都会隔着衣服揪我的胳膊,如果迎面遇上,他还会狠狠撞一下我的肩膀,更别说,他身边还会带一大裙跟班, 每次我经过,他们就会莫名其妙喊,周念念,小哑巴,真丢脸,然后用嘴巴发出怪叫声,我鼓起勇气,想告诉老师,然而去方老师办公室时,他正盘腿,拿着手机,也不知道正在河水打电话,一口一个万总,眼角没烧,都是笑。 我在门口站了十分钟,他也没发现我,铃声响起,下节是语文课,我只好又回去,语文老师今天教了一篇作文, 名字叫我的爸爸,我不知道怎么下笔,只好干巴巴地做了一节课,窗外天色灰蒙蒙的,好像要下雨一样,让人心情都沉重起来。 不过,万里云倒是很开心,他告诉所有人,他的爸爸今天会来接他,到了放学,果然下起了暴雨,没想到,整个偌大的校园,最后只有我和万里云没人接。 保安把我们带到保安室,万里云脸色很差,一直对着手上的电话,手表狂喷,我不管,我不听任何理由,你就是得来接我。 然后就放下手表,对着地板筐筐筐狂踩,我觉得他真的很像一只暴躁又无理取闹的猴子,不知道过了多久,万里云家里的司机终于出现在了保安室门外,我不要你,我爸呢,小霸王对着窗外的司机发脾气,司机为难地打了个电话,没多久,一个男人打着巨大的黑伞,不紧不慢走过来,天色依然阴沉。 窗外呼呼刮着风,虽然散颜遮住了他的脸,也看得出来的男人姿态端正鼻挺,有种不惧任何风雨的淡定自若,万里云已经跳起来,冲到保安室外,快速奔向男人的怀里。 男人伸出一只手,稳稳地提住万里云的衣领,那是一双看着就很有力量感和,安全感的手,手掌宽大,手指骨节分明。 就像是爸爸应该有的一双手,男人将万里云放下,一手撑住伞,将大半伞颜都倾向了万里云的那边,然后毫不留情地拍了一下万里云的脑袋。 那清脆的一击,就像拍个西瓜似的,我看得有点呆了,万里云并不介意,反而突然回过头,冲我露出一个得意又幸灾乐祸的笑,可怜鬼,他用鬼脸挑衅我。 你自己继续等吧。 我索性留在门卫室,几乎把作业都完成了,暴雨才停下来,保安里叔叔还给我分享了他的晚饭,一笼好吃的包子。 我到过谢后,走回和妈妈租的房子,简单拖了个地,又看了细菌世界力险计,妈妈终于回来了,卧室门被推开,妈妈笑咪咪地从门外伸出半边身体,宝贝,今晚怎么还没睡? 我一眼就注意到了他藏在门后的另外半只手,妈,你左手受伤了? 他挠了挠头,载眼针尖啊,不愧是五点零的势力。 我问他怎么回事,被货砸的,他叹气,现在好了,没半个月不能用左手。 那这半个月你能在家休养吗? 我小心翼翼地问他,哪有那么好心的资本家哦,给你放个十天半月,工作还想不想要。 我垂下眼睛,有点不高兴,当当当当,看这是什么? 妈妈突然提高声调,迅速地拿出藏在身后的烤鸭和一听啤酒转移视线,这可是八皮老板送的哦。 你是不是本来就打算自己吃? 我悠悠地问,他挠了挠脸,我是这样的人吗? 我只好帮他回忆曾经我睡着后,他一个人躲在客厅喝奶茶,吃烧烤,看电视剧的一桩桩就暗,就着昏暗的灯光。 我们分室完了烤鸭,我突然想起今天见到的万里云的爸爸,于是小声开口,妈,我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妈妈不喜欢谈论爸爸这个话题,但他沉默片刻,居然还是和我说了起来,他脾气不好,时间都花在工作上,解决问题只知道给人色黑卡,那他长什么样呢? 手大不大,挺大的,也挺高的,妈妈扑斥一声笑了,你问这个干嘛? 我想听他再多说一些,妈妈又毫无感情地开口,在,你知道这些也没什么用,他已经死了。 我只好眼巴巴问最后一句,那爸爸生前爱我吗? 他摸了摸我的头,柔声说,睡吧。 宝贝,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笑着的脸上有些难过,第二天,我早早到了学校,开始编昨天没有完成的作文作业,结果作文交上去后,刘老师居然把我的当成范文,在全班面前朗读了一遍。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常常板着脸,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模样,我爸爸总是很忙,没有办法照顾我。 但我知道他一直在我身边,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每当下雨的天气,他都会放下所有工作来学校,接我回家,他的手真大呀,就像他的那把大黑伞一样,能替我和妈妈遮挡整个世界的风雨,放学时,万里云找到我,满脸怒火。 你这个小偷,你明明写的是我爸。 他伸手就想推我,我赶紧往后跑,他却一下就追上来,还把我抵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狠狠地喊,小偷。 我突然生起气来,用力把他往前面一推,其实我本来就比他高,力气也比他大,他被我推倒在地上,脸立马就黑了,开始骂骂咧咧起来,我从没听过这么多恶毒的话。 薪酬就恨叠加在一起,我不仅没有放开他,反而骑在他的身上,骂一句我就揍一拳,等回过神时,方老师已经赶到了教室,他尖叫一声,把我从万里云身上掀下来,抱着他安抚了好久,万里云装模作样地哭了几声,嘴里还动情地喊,方老师,我爸把我托付给你,我一直把你当妈妈看,我可只有你了呜呜。 方老师转头,狠狠地盯着我,周念念,现在,立刻,马上让你妈来学校一趟,你女儿是不是有暴力倾向?方老师声音尖利,你看看,他把小云打成什么样? 万里云立马哼哼一声,装出十分难受的样子,方老师对着他柔声道,小云乖,我给你爸爸打了电话,他会过来的。 妈妈左手打着石膏,还穿着售货员的绿色马甲,戴着印着商店logo的劣质帽子,似乎是急匆匆地跑来,刘海被吹得乱糟糟的,他看了我一眼,急切地道,念念平常很乖,不会无缘无故打人的。 方老师提高声音,难道还是我污蔑你女儿? 我不是这个意思,妈妈连忙说,我只是想听听孩子说怎么回事。 周念念,方老师转而冷冰冰地问我,你自己说你错在哪? 我固执地抿着嘴巴,方老师似乎被气到了,好,你不说,我来说,站路队的时候,你就不遵守纪律,别的同学也都不喜欢你, 你没有一点融入集体的能力。 现在居然还学会了殴打同学。 刚刚老师问你,你一声不吭,还学会了欺骗。 我就问你,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班主任? 我妈看了我一眼,动了动嘴唇,方老师,可能有什么误会,方老师露出一个轻蔑的笑意, 既然你非要对自己女儿的错事而不见,我也没什么可以说的。 她重重地放下手里的保温杯,我是教不起她,你另请名师,你自己去问问, 学校哪个班的班主任愿意收她,直接把她转走。 这话一出,我妈脸色立马就白了,她虽然平常没有一个当妈的正型, 但在教育上却抓得非常严格,平常我考试低于八十分, 她都能毫不留情请我吃一顿竹鞭炒肉,更何况教育在她向来是比命都重要。 不是的,我妈有些慌了,她连忙哀求,方老师,你再给念念一次机会吧。 她年纪小,不懂事。 方老师扭过头,冷哼一声,脸面向墙,我妈继续苦苦哀求着,几乎说尽了好话, 可无论妈妈怎么说,方老师都只是让她找人把我赚取别的班, 但在一个学校里,哪个班主任会接手别人不要的学生呢? 求求您发发善心,妈妈抬起受伤的手, 我回去一定会好好教育念念,别不要她。 方老师转回头,但依然挑剔道, 我怎么相信你们? 我妈顿了顿,仿佛下定了决心似的, 方老师,我平常工作忙,没时间关心念念的心理状况, 她一直都是一个人呆着,也没有人叫她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我第一次看妈妈这么正经地说话,呆呆地看着她, 妈妈却扶住椅子的把手,缓缓跪了下来,再一次哀求道, 方老师,错的人其实是我这个妈妈,是我没教好她, 而不是念念的错,请您再给她一次机会吧。 说完,她平常总是单薄而笔直的肩胛, 深深地折了下去,我呆呆地看着她, 这个平常总是嬉笑没个正形的,是我的妈妈, 这个跪在地上,低声下气求老师别不要我的, 是我的妈妈,这个教我做人要正直, 学习要努力的,是我的妈妈, 艰难的生活从没有压倒过她,但在此刻, 她却为了我放弃自己的尊严。 我再也撑不下去,立马抱住妈妈的肩膀在她身边跪了下来, 对不起,是我的错,妈妈不是你的错。 我从未感觉自己这样后悔做过一件事, 泪水从我的眼睛里涌出, 我感觉心脏都碎成了一片片的。 方老师似乎也吓了一跳,压着声音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方老师,我也哭起来, 我以后一定不打人了。 一片喧哗中,万里云突然兴奋地喊了一声, 爸,你终于来了。 方老师吓了一跳,连忙推开我们, 弯下腰对着桌面上的小镜子快速地补了口红, 我先听到的是一个冷淡的声音, 万里云,你自己说,又惹了什么事?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脚步声从远极近, 男人的声音里似乎还带着些疲倦和厌烦, 主动交代,别让我动手。 我感觉妈妈的身影好像僵硬了一些, 她偏过头看一眼,又立马低头, 仿佛看见什么不可置信的东西, 一般,有一瞬间,我感觉她仿佛想藏到办公桌的椅子下。 万总,方老师笑容满面地起身, 您误会了,今天小云才是被欺负的那个, 你可别批评她。 男人漫不经心地在身后停住, 被谁欺负了? 她方老师指向我,叹了口气, 这女孩脑子有点问题。 我不敢反驳,只能转过身, 趴在地上说,对不起。 男人蹲下身, 她看了看万里云脸上的淤青, 语气毫无起伏,被揍了。 疼不疼? 万里云连忙可怜兮兮地嗡了一声, 男人皱起眉,却毫不留情道, 废物。 批评完万里云, 她一双利眼朝我扫尸过来, 一个女孩子, 小小年纪就喜欢动手, 难道你爸妈没教过你礼貌吗? 我被她满是阴逸的眼神一瞪, 差点又吓哭了, 只好紧紧咬住嘴巴, 她确实家里没教养的, 方老师连忙说, 我刚刚已经教训她一顿, 她妈还下跪道歉, 哎,万总你觉得怎么处理比较好? 怎么处理? 万总缓缓重复一遍, 任谁也听得出她语气里的冷意, 我一听这话, 立马直起身体, 慌不择路地抓住了她西装的衣摆, 叔叔,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发誓, 我以后都不会惹到她了。 万总低头打量我, 突然皱起眉, 她一手捏住我的下巴, 目光中甚至透露出几分迷惑和不解, 你怎么, 这么想, 后面的话她没说完, 沉默半赏, 只摇摇头, 方老师, 算了。 万里云却尖叫起来, 怎么能算了? 那你想要什么? 万总语气有些不耐烦, 我要让周念念明天在全班面前给我道歉。 万里云小嘴巴巴巴地开口, 她上次还嘲讽我没妈。 万总脸黑成锅底, 而我妈脸色全白了, 她偷偷打亮了一眼万里云, 眼里夹杂着痛苦和分裂, 她似乎想说什么, 却咬着嘴巴, 把头栽得更低了, 身体还有点发抖, 我有些担心, 连忙攥紧了妈妈的手, 够了, 小兔崽子, 万总羊手, 揪住万里云的衣领, 我看你确实是欠揍, 打不过小女孩已经够丢脸了, 你还想让全班都笑话你。 方老师似乎没想到这事就这么算了, 抿了抿嘴说, 既然万总不追究, 周念念妈妈, 那你就给万总道个歉吧。 妈妈一句话也没说, 反而抖得更厉害了, 方老师等得有点不耐烦, 周念念妈妈, 哑巴是你们家的遗传吗? 万总似乎才终于注意到地上, 还跪着一个女人, 她随意转过头, 只一眼便定住了, 她松开揪着万里云的衣领, 瞬间站直了身体, 对不起, 妈妈终于小声地开口, 头依然埋得滴滴的, 男人嘴唇张开, 似乎用了很大力气, 才喊出一个名字, 周婉, 是不是你? 我不知道她怎么知道我妈的名字, 您认错人了, 妈妈立马别过脸, 打了石膏的左手, 却痛苦地握成一团, 仿佛在忍耐着什么, 就是你, 万总死死盯着妈妈, 脸上表情不知道是哭还是笑, 是恨还是喜, 整张脸都扭曲得十分可怕, 周婉, 她似乎是把这个名字嚼碎了, 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妈妈看,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妈妈扭过头, 并不对上她的视线, 连方老师都看出来不对劲, 脸色瞬间变了, 万总认识吗? 岂止认识, 她似乎是气急了, 再也忍不了, 一手把妈妈从地上拉起来, 八年不见, 你就是这样一副 穷酸可笑的模样。 周婉, 老子以前把你当公主养, 含在嘴里都怕话了, 你他妈今天居然在这里给人下跪, 你到底是在糟蹋谁的脸? 起来, 妈妈被拉起身后, 连忙握住我的手, 似乎想带着我赶紧离开, 万总却依然紧紧攥住我妈细瘦的手腕, 众目睽睽下, 这个高大而威猛的男人眼睛居然红了一圈, 周婉, 这么多年不见, 你抬头看我一眼都不肯吗? 她似乎意识到什么, 突然看向我, 你几岁? 我莫名就对上了一双充满不可置信的眼睛, 眼睛的主人愤怒地开口, 周婉, 她是不是我们的? 念念今年七岁, 妈妈打断她的话, 是我和我丈夫的女儿, 万重山, 她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她顿了顿, 声音里仿佛压抑着极大的痛楚, 继续说, 你现在也没有任何立场来质问我, 无论我是一个乞丐, 还是什么人。 我紧张地在他们之间扫尸了一眼, 其实我今年八岁了, 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谎报我的年龄, 但我想妈妈一定有她的理由吧, 万总听完她的话, 只是失魂落魄地问, 你, 结了婚? 也许是感受到不对劲, 万里云又压着肚子哼哼唧唧起来, 说难受, 方老师连忙提醒万总带孩子去医院检查, 妈妈满脸关心地看了一眼万里云, 咬咬牙跟着一起去了医院, 医生说万里云没什么大碍, 妈妈想付医药费, 那个万总却不让, 她一有所指地开口, 你既然八年来一次都没有关心, 这时就不用惺惺作态了。 检查完后, 万里云缠着她爸要吃烤鸡翅, 妈妈在旁边看了半天, 似乎想说什么, 一双眼睛都黏在万里云身上, 而万总眼睛则死死黏在我妈身上, 我摸摸肚子, 告诉妈妈说我饿了, 妈妈恍然, 大物事的, 紧紧握住了我的手准被离开, 万总却不让我们走, 也不知道她说了什么, 妈妈勉强同意一起吃晚饭, 就是脸色像个霜, 打的茄子, 我和万里云对着坐, 他们俩对着坐, 我第一次去炸鸡店, 埋头在碗里一直吃, 这孩子是没吃过饱饭吗? 万总语气莫名, 有些酸溜溜, 他爸舍得不管, 妈妈冷笑一声, 没说话, 我从碗里抬起头, 闷闷不乐道, 我爸已经死了, 万总暗淡的眼睛又亮起来, 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 中间不知道他们说到什么话题, 妈妈与他又吵起来, 主要是万总说话加枪带棒, 阴阳怪气, 我听着就难受, 妈妈不再理他, 让我赶紧吃完, 中途万里云闹着要去洗手间洗手, 妈妈摸摸他的头, 带他去了洗手间, 我有些奇怪, 妈妈其实很讨厌别人家小孩, 刚刚在医院, 以及吃饭的时候, 妈妈却一直在主动地照顾他, 甚至都快把我忘了, 万总抬眼看我一眼, 开口, 已经第二桶了, 你还能吃? 我善善地放下手里的鸡腿, 万总突然抽出一张纸, 帮我把手擦了, 我悄悄看着他, 突然发现这个万总睫毛尤其长, 垂下来不说话的样子好看得像个明星, 一瞬间, 他好像就从一个盛气凌人的总裁, 变成了一个失忆又委屈的中年男人, 你爸, 生前对妈妈好吗? 他低声问我, 语气又酸又涩, 我并没见过自己的爸爸, 不知道如何回答, 这时妈妈回来了, 站在饭店的出口处喊我名字, 我也赶紧起身, 你问我妈妈吧, 但是你语气要好一些, 周涅涅, 万总突然拉住我, 我不知道他如何知道我的名字, 吃惊地看向他, 一张纸塞进我的手里, 万总悄悄对我说,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如果再遇到今天欺负你妈妈的情况, 你就打上面的电话给我, 叔叔再忙也会过来的, 他犹豫片刻, 看向我, 勉为其难道, 有人欺负你也可以打, 妈妈坚决拒绝了万总说送我们一程的提议, 牵着我的小手, 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还是决定主动问他, 妈妈, 你喜欢我的同学吗? 喜欢, 妈妈回答说, 我有些难过, 决定说一说他的坏话, 妈妈, 你别看他很会装可怜, 其实他就是一只特别任性又暴躁的猴子。 妈妈笑了笑, 念念今天为什么揍他, 还说他没有妈妈, 我连忙把事情的来龙去迈说了一遍, 妈妈沉默会儿, 说道, 那这样, 周末念念约他到家里来玩好不好, 就说我做了好吃的炸鸡翅, 然后我们当面和他解释一下, 我不太情愿, 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们又走了一会儿, 妈妈迟疑地问, 他, 万叔叔和你说了什么? 我有点犹豫, 还是告诉了妈妈, 然后问, 妈妈讨厌万叔叔吗? 妈妈, 闻了一声, 那我可以留着他的名片吗? 我仰起脸看他, 妈妈犹豫了会儿, 留着吧, 但有事你找我, 不准找他。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 妈妈, 你和万叔叔以前有什么关系吗? 月色下, 妈妈表情似乎有些晦涩, 良久, 他才开口, 以前是妈妈恋人, 现在大概想找妈妈寻仇吧。 睡觉前, 我准备去观客厅的窗, 却在窗户下看见了停着的一辆劳斯莱斯, 今天我见过万叔叔开他, 连车牌号都是一样的, 万叔叔难道在下面吗? 我的心怦怦跳起来, 妈妈说他是仇人, 所以才要盯着我们吗? 我拿出白天时, 他给我的名片, 上面写着万崇山三个字, 原来他叫万崇山, 这个名字我好像见过的, 在哪见过呢? 哦, 在妈妈那里, 在他卧室的床头, 就摆着一张用木框裱起来的诗, 青州已过万崇山。 我疑惑地歪了歪头, 然后把名片放到茶几上, 总感觉, 他好像不是妈妈口中, 要来寻仇的人, 第二天在学校。 我想起, 妈妈让我周末约万里云来家里, 吃炸鸡翅的事, 于是放学的时候, 我就和他说了, 结果他冷笑, 我不去。 不去就不去, 我也不想求他, 万里云在后面拉长雨掉, 除非你在全班同学面前, 给我道歉。 我假装没听到, 独自走回家, 和妈妈说了这件事, 他似乎有点失落, 那还坐吗? 我仰着头看他, 坐, 他喝起菜谱, 妈妈也想吃。 没想到周末那天, 一大清早就有人敲门, 我从被窝里爬起来开门, 门口居然是万里云和万总, 万总今天穿的西装革履, 万里云居然也穿了一身小西装, 胸口还记着领结, 一脸被逼无奈的样子, 你妈妈还在睡吧? 万总似乎很了解我妈妈, 把万里云往房里一推, 小云今天就拜托你们照顾了。 叔叔你不留下吗? 嗯, 我还有工作, 而且他也不想见到我。 万总有些寄疗的背影消失在楼梯间, 我和万里云面面相去, 他率先提脚迈入房中, 满脸闲雾地从房间大小到家具, 摆放全部都批平了一遍, 直到妈妈醒来后, 惊喜地喊, 小云, 不是说不来吗? 万里云看他一眼, 似乎在筹备说着什么, 妈妈立马又说, 你和涅涅玩一会, 我马上做炸鸡翅。 我把自己零星的玩具和书籍分享给他, 他看也不看, 只说, 我才不要摸这么寒酸的东西。 到了饭点, 妈妈很热情地帮他夹菜, 万里云皱起霉, 我不要你筷子夹的, 脏死了。 我实在忍不住开口训他, 你今天吃了大便来的吗? 我早就想说了, 你每天不是抱怨这个, 就是抱怨那个, 难怪你这个人没朋友。 他脸立马涨红了, 拿起碗里的鸡翅就往我身上砸, 还喊, 难道你就有朋友了? 天天在学校跟个哑巴一样。 我也不甘示弱, 拿起筷子往他脸上打, 砰的一声, 妈妈面无表情地放下碗, 起身拎起不远处的扫把, 我有点不服气, 妈, 是他先挑衅我的。 瘦, 妈妈毫不心软, 我只好伸手让他打了几下, 万里云幸灾乐祸地笑起来, 谁知道揍完我, 妈妈又走到他面前说, 瘦, 万里云呆了, 你要打我。 妈妈凉嗖嗖地笑了, 不会说话又浪费食物的小孩。 当然要挨揍。 我也以为妈妈只是开玩笑, 没想到她是真揍, 万里云嗷嗷哭起来, 我就知道你是个坏女人。 坏女人, 妈妈重复, 谁和你说的? 当初不就是你拿了爸爸五百万跑路, 结果害得爸爸创业公司倒闭的吗? 万里云眼睛都红了, 我今天答应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才不会承认你这种拜金的女人是我妈。 我手里的筷子都掉地上去了, 惊讶地看着她, 我妈是万里云的妈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万里云还在边哭边嚎, 就算你要把我带走, 我也不会跟你走的。 既然你当初把我丢给爸爸, 如今就不要后悔了。 你这里又破又穷酸, 还有个小母老虎, 肯定要天天虐待我的, 我现在和爸爸生活得很好, 你也不要回来打扰我们。 我承认的妈妈只有方老师, 我才不要你。 妈妈看她一眼, 放下扫把, 谁说我要你的承认? 万里云呆住了, 止住哽咽, 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 她叹口气, 我确实很想你, 但我, 养不起你。 我只是想看看你。 妈妈似乎想摸摸万里云的头, 犹豫片刻还是收回了手, 不知道为什么, 万里云似乎更悲愤了, 那你就养得起这个小母老虎。 你当初带着五百万, 都舍不得带我一起跑路。 到底谁和你说了这一堆乱七八糟的, 妈妈似乎有点无语, 万里云却用力挣脱她的手, 飞快地跑出了门外, 等等, 妈妈愣了一下, 赶紧追上去。 我迟了一步, 索性留在家里把餐桌收拾干净, 等了会儿还是没有见到他们回来, 我就沿着楼道往外找, 等我找到他们时, 只看见不远处的巷子口。 妈妈正把万里云抱在自己怀里哄, 万叔叔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两个, 似乎也想伸出自己的手抱住他们, 目光柔软又温柔, 我默默停下了脚步, 以免自己打扰这么美好的一幕。 刚刚万里云说的一番话, 其实我已经猜出了大概, 原来她, 万叔叔和我妈曾经是一家人, 后来妈妈不知道什么原因, 带着万叔叔的五百万走了, 与别人结婚后有了我, 一直到上次在学校里重新遇见, 万叔叔似乎又想把我妈妈追回去, 而万里云是妈妈八年没见到面低亲儿子, 妈妈明显很喜欢她, 如果他们一家重新结婚, 那我就是多出来的那个小孩吧, 你妈妈要再婚吗? 张奶奶的孙女小瓶子问,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吓了一跳, 你看那个男人, 他趴在窗口前指给我看, 这段时间天天来找你妈妈, 好像在追你妈妈。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 果然是万叔叔, 你妈妈为什么不搭理他, 他嘟囔道, 是啊, 为什么呢? 这段时间, 万叔叔经常来找妈妈, 但妈妈一直没有给过他好脸色, 我也听见过他们的对话, 万叔叔想让妈妈搬进他的房子, 他还拿万里云做理由, 说妈妈八年不去见自己儿子太无情, 妈妈每次都冷冰冰地拒绝他, 可是他自己又经常一个人默默地喝闷酒, 然后自己在那悄悄地哭, 我知道妈妈心里很难受, 我想妈妈之所以拒绝, 也许是因为我的存在, 妈妈长得很好看, 这么多年来始终有人给妈妈介绍对象, 妈妈每次都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没人, 他每天光是工作和照顾我已经占据了, 他所有的经历, 可我也希望妈妈能获得自己的幸福, 一日, 万叔叔又来邀请妈妈去吃晚饭, 在妈妈拒绝的话说出口之前, 我连忙说, 妈妈, 去吧, 听说那家餐厅很好吃, 他犹豫片刻, 万叔叔立马说, 念念想吃就一起去, 妈妈还是摇头, 他今天有劳动实践活动, 在学校吃晚饭, 你可以打包回来给我呀, 我抱住他的手秧求道, 我真的很想吃, 他只好答应了, 到了学校后, 我们全班都会坐大巴, 去市中心不远的一个郊区, 农场上劳动实践课, 我从早起就感觉头晕晕的, 但我不想, 因为生病不能去, 就没有告诉任何人, 劳动实践课和其他的课程不太一样, 不用学习书本上那些无聊的知识, 而这次实践课上午的主题, 是学习制作艾条, 农场的老师先带着我们倒艾叶, 两个小孩一组, 手扶着木质扶手, 脚不停踩石旧, 就可以把艾叶倒熟成纤维状, 屋子不算大, 现在正是炎热的时候, 踩了一会儿就满身大汗, 我从小习惯干活, 不一会儿就弄好了, 坐在角落里休息, 慢慢地, 其他同学也都搞好了, 又结伴前往下, 一个卷艾条的地方, 万里云却怎么都弄不好, 他忍不住发火了, 到底是我们在实践劳动, 还是劳动在践踏我们? 他一组的组员见他生气, 连忙害怕地跑了, 我看他狼狈的样子, 走过去开口道, 你方法错了, 你应该, 为了方便讲解, 我索性站了上去, 在他旁边的踏板上示范起来, 万里云罕见得没有对我发疯, 你帮我干吗? 我犹豫了片刻, 对他说起了我记忆里, 关于妈妈的所有事情, 希望能扭转他对妈妈的印象, 至少, 养育我长大的妈妈, 绝对不是他口中那种人, 可万里云听了, 只是垂下眼不说话, 卷艾条的地方, 在一个白色的帐篷里, 可能是因为消耗太大, 我感觉头更晕了, 方老师来巡视时, 我连忙举手告诉他自己难受, 怎么就你娇气, 他不耐得拧起眉, 别的同学有喊泪吗? 我只好继续强撑着做完, 不一会儿, 万里云也软绵绵喊了一声, 方老师, 方老师马上过去摸他的额头, 然后给他喂水喝, 喝完后, 万里云露出笑脸, 方老师好像我妈妈, 方老师也笑, 那小云回家后, 告诉爸爸, 想要方老师当妈妈好不好, 我觉得万里云简直是眼瞎, 我刚刚真不应该帮他, 下午还有些别的任务, 我也强撑着做完了, 其实我感觉自己头越来越晕了, 最后的活动是自己包饺子一起吃, 我包了一桌的饺子, 随便吃了几个,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到了回去的时候, 想到终于能回家, 我放松下来, 坐在大巴, 最后一排, 迷迷糊糊间就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是被热醒的, 醒来时, 整个世界漆黑一片, 我好像被卡在一个缝隙里, 还能闻到四周汽油, 各种食物融合, 又经过高温发酵的气味, 唯一的感觉就是热, 好像连空气都是烫的, 我用了好大劲, 才从缝隙里钻出来, 这才发现我居然还在大巴里, 车厢内里一个人也没有, 四周漆黑, 没有一点光, 我连忙跑到车门那里, 尝试半天却怎么也打不开, 车门被锁了, 我不由猜测, 可能是因为我坐在最后一排, 上车后就直接栽倒了, 而到了离开的时候, 班里同学, 老师和司机, 都没发现后排, 还有人没下车, 司机把车开到终点站的车厂里, 锁上门就离开了, 我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的存在感如此之低, 同学忘了我, 老师忘了我, 司机也忘了我, 他们都不知道, 最后一排还有个因为头晕而栽倒, 在卡座缝隙的小孩, 妈妈呢? 妈妈下班一向晚, 今晚又要和万叔叔一起吃饭, 只怕他到现在, 还不知道我没回到家, 我在封闭的车厢里急得团团转, 尝试着在车内大声呼救, 可我一张口就发现自己声音哑得不像话, 而且喊了几声, 反而更难受, 汗水不停从我全身流下, 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再一看, 手上的电话手表也没电了, 我很快意识到目前, 自己, 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 完全封闭的车厢, 一直让人流汗的高温, 以及车厢外一片的黑暗, 我只能让自己快速冷静下来, 思考怎么能从车里出去, 对了, 班会课上, 我好像学过类似的知识点, 车上应该有救生锤, 可以把车窗砸开, 我连忙在窗户边搜寻起来, 可我整整找了三圈, 居然都没有在车里找到救生锤, 难道是恰好遗失了吗? 我感觉到从头上流出的汗水, 已经要把我的眼睛都打湿了, 车厢里闷热至极, 渐渐的, 我甚至感到自己开始难以呼吸, 我只好摘下电话手表, 我记得即使没电, 手表也能开机, 但是只能坚持一会儿又自动关机, 不知道这一会儿时间够不够, 我拨出去一个求救电话, 我摁下开机键, 死死盯着手表的方形屏幕, 开机动画出现在我的面前, 卡了画, 才出现正常主页, 我不敢浪费时间, 迅速调到电话页, 拨通了紧急联系人, 电话显示无法接通, 妈妈的手机用了好几年, 经常会出现这种没有信号, 接不到电话的现象, 她节俭过了头, 坏的东西, 还舍不得换, 我急出一身汗, 脑中突然浮现出另一串手机号, 是万叔叔上次塞给我的名片上的, 因为实在太好记了, 是一串久的连号, 我下意识拨出她的号码, 等待的每一秒, 时间似乎都被无限拉长, 她会接到我的电话吗? 如果她也没看手机怎么办呢? 屏幕上出现次目的一行字, 本设备电量已经耗尽, 请尽快充电, 不要啊, 再坚持一会啊, 我死死盯着通话的页面, 我感觉自己好像成了一辆破旧的老风扇, 呼吸越来越沉重, 眼皮似乎都要睁不开了, 正当我绝望后悔时, 拨打的字样突然变成了通话中, 下一秒, 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 喂, 叔叔, 我刚喊完两个字, 手表的屏幕就毫无征兆地重新黑了, 短短十几秒, 它又变回了废品, 我对着黑色的屏幕看了半天, 所有的希望一个个破灭, 压抑的情绪积累在一起, 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我听说, 在封闭的高温空间里, 人一旦进入脱水状态, 就随时可能因为休克而死亡, 我想我可能是活不下来了吧,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这么近地面临死亡, 而且, 我还有好多心愿没有实现, 我还没看见我妈获得幸福, 我迷迷糊糊地边哭边响, 空气犹如热浪, 车厢窒息又压抑, 我哭得累了, 又倒在地上, 炽热的温度仿佛能蒸腾掉一切, 我的意识越来越微弱, 在一片混沌里, 莫名的, 我好像又回到保安室, 外面暴雨, 瓢泼, 我正在保安室的玻璃后浮案写着作业, 一抬头就看见了一个撑着黑伞的人, 我看不见打伞人的样子, 只看见他朝我伸出一双很大的手, 我立马雀跃地跳起来, 冲向门口喊, 爸爸, 你怎么才来接我呀? 黑伞的人似乎歉意地说了句什么话, 拉着我的手行走在风雨中, 应该很冷才对, 但我并不觉得冷, 那把大伞挡住了一切, 喜悦的心情好像就要从我的胸腔里跳出来, 一切都是我期待的, 也是我期待了很久的, 我在地上全缩成一团,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周晚视角, 周晚总觉得今天起床后, 右眼皮一直在跳, 夜班是很消耗人的一种工作, 他干了三年, 头发都掉了一半, 可他别无选择, 晚上九点多, 便利店来了一个西装革履气质不凡的男人, 看见他, 周晚下一时就戴上一副冷冰冰的面具, 两个人一起吃饭, 气氛冷得像在北极, 饭后, 万崇山拿出一份纸质的工作合同, 内容是让周晚住进万家的别墅, 当万里云的保姆, 每个月万家会支付十万的报酬, 十万, 周晚讽刺一笑, 拿钱打发人, 还真是他们万家的传统, 他不明白为什么到了现在, 他对这个男人还有期待, 不了, 他冷冰冰道, 我要照顾自己女儿, 念念是你女儿, 小云难道不是你儿子吗? 万崇山很生气, 和他生的儿子你就视如珍宝, 小云你就不闻不问, 还是你觉得十万不够吗? 三十万, 周晚, 万崇山冷冽道, 你不可能找到比这更高的薪资, 周晚只是很想笑, 他开口道, 看来你觉得我很缺钱, 是啊, 万崇山也看着他, 讽刺一笑, 你当年不就是为了五百万出卖一切吗? 可我现在不缺了周晚低下头, 看见自己洗得发白的衣服袖口, 一切都会磨损, 他想, 衣物也好, 器物也好, 感情也好, 都会被磨损, 当时光流逝, 妄图在现在寻求过去的人, 是不折不扣的傻子, 他当过一次傻子, 以后再也不想重蹈覆辙, 你如果这次拒绝, 以后就不用出现在我面前。 万崇山隔着烛光看他, 像看着一个仇人, 声音冷漠而疏离, 也不用再想见到你自己儿子。 周晚看他一眼, 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然后起身离去, 万崇山看着他的背影, 目光似乎想在他身上戳出几个洞, 但周晚毫无感觉, 依然挺直了几倍一步步往外走, 他知道万崇山是一个将自尊心, 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人。 八年前,周晚怀孕了, 他还没有和万崇山结婚, 那时,万崇山因为他儿语家里决裂, 自己独自开了一个创业公司, 却因为缺乏资金在苦苦支撑, 公司熬过去后, 我们就结婚,万崇山向他保证, 然而周晚最着急的并不是结婚, 而是他的家里出事了, 爸爸突然因匿名举报而被调查组带走, 最终独自在狱中自杀身亡, 妈妈因为受到巨大刺激犯病, 躺在医院靠巨额医药费调着调命, 他很缺钱, 但是万崇山也没有钱, 他连向万崇山开口的勇气都没有, 他知道, 那是万崇山和自己朋友费尽心血开起来的公司, 最绝望时, 万崇山的妈妈找到了怀孕的周晚, 他愿意给周晚五百万, 只需要周晚配合他做一些事, 为了那五百万, 周晚放弃甚至是背叛了万崇山, 但他没想到, 万母手段那么厉害, 他不仅是想要破坏儿子的感情, 还想彻底让万崇山的公司破产, 最终也如他所愿, 无路可走的万崇山只能回到万家, 带着。 对他的满腔恨意, 按照协议, 周晚的孩子如果是男孩, 也只能属于万家, 然而检查后, 周晚才知道他肚子里怀着的是一对龙凤胎, 万母留下了男孩, 而周晚则自己带走了女儿, 独自抚养女儿长大的几年里, 最困难的时候, 周晚也幻想过, 万崇山会不会有朝一日发现真相, 重新回到自己和女儿身边, 尤其有时候, 女儿会流露出对别人爸爸的羡慕, 他就会怀疑自己当年的选择是不是错的, 不过事实是, 万崇山也许对他当年的背叛真的彻底凉了心, 八年都没有再主动询问他的任何信息, 这次, 他又一次拒绝他, 估计万崇山也会像以往一样放弃吧, 身后万崇山的手机似乎突然响了, 铃声打断了周晚的思绪, 万崇山似乎并不想接, 依然坐在位置上, 任凭电话声在安静的餐厅回答, 直到走到很远以后, 周晚才隐约地听见, 万崇山似乎是说了一声, 喂, 回到家里, 房子里空无一人, 时钟只向晚上十一点, 周晚像往常一样, 先去床上看女儿有没有睡好, 可找遍了整个房间, 都没有找到自己女儿, 周晚连忙去敲隔壁张奶奶的门, 可张奶奶说念念也不在她家, 她慌得六神无主, 连忙打电话给方老师问, 方老师说照常放的学, 肯定是孩子在外面, 晚也了忘记回家, 周晚选择了报警, 可是即使报警后, 借助警方的力量, 他们找遍了整条街, 问了附近所有人, 都没有找到周念念, 就像是大海捞针, 念念就这么消失了, 周晚脸色苍白地拨通了万崇山的电话, 她说, 只要你能找到念念, 我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 求求你, 帮我找到我女儿, 万崇山很快就来了, 她依然没什么好脸色, 但她告诉周晚, 自己一个多小时前接到了念念的电话, 念念喊了她一声叔叔又挂了, 她再打过去, 显示对方无法接听, 周晚听完却变了脸色, 朝她吼道, 你怎么不早说? 万崇山被她吼了一顿, 刚想发作, 周晚却问, 如果是小云给你打, 你也会不当回事地挂掉吗? 万崇山愣住了, 她没有回答, 而是联系了认识的人, 根据最后一通波过来的电话, 定位到了念念的位置, 在郊区的大巴车总站, 当他们终于在封闭车厢里, 找到了因为脱水而休克的周念念时, 已经是凌晨两点, 她根本从始至中就没有走下过大巴车, 而是独自在这个地方, 被遗忘了七个小时, 周晚愤怒地拨通了方老师的电话, 方老师依然嘴硬地抱怨, 你一个当妈的, 都能这么晚才发现孩子没回家, 怎么能怪我? 警察叹气, 报案太晚了, 时间拖得越久, 孩子出意外的状况就越大, 把孩子送到医院, 医生没有好气, 你到底怎么当家长的? 孩子这么严重了, 居然才送过来? 几乎所有人都在质问周晚, 到底是怎么当的吗? 似乎只要一出事, 全部都是因为妈妈对孩子的看顾不周到, 周晚无法辩驳, 只能坐在急救病房外, 急切又绝望地盯着里面看, 她从来都知道, 自己不是一个好的妈妈, 但她的女儿, 确实一直都是一个很乖的, 从来不给她惹麻烦的女儿, 一岁的时候, 因为没人带, 周晚摆地摊都要背着她, 周念念埋在她怀里, 不哭不闹, 顾客来了还对着人笑, 后来周晚找到了茶楼上班, 周念念就在她上班的收银台下, 咿咿呀呀地陪她, 饿了困了时, 才会小声地哭闹, 但哄一哄很快又能好, 直到她懂事后, 看见别人的爸爸就会回来拐弯抹角地打听自己的爸爸, 被周晚训了几句, 就很少再问, 每天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完成作业, 从不让人批评催促, 万重山也在她身边坐下, 其实你平常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就很危险, 孩子好奇心强, 就算不是因为被忘在大巴车里, 如果她晚上独自溜出门, 遇上什么事也发现不了, 一直提心吊胆, 到现在的周晚听了她的话, 彻底爆发了, 是我不是合格的妈妈, 我确实不是, 我没有照顾好我的女儿, 是我的错, 但如果可以, 难道我不想每天晚上陪我的女儿, 如果可以, 难道我就愿意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危险的地方, 你们只知道指责我, 但你们想过没有, 到底是什么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 万崇山慌了, 连忙说道, 对不起晚晚, 我知道你女儿出事, 你的心情不好, 什么我的女儿, 周晚更愤怒了, 念念也是你的女儿, 你这个王八蛋, 你不得好死, 万崇山脸色瞬间白了, 你说什么, 周晚泪流满面地看着她, 我是没带好她, 但这八年, 你一天都没有带过她, 万崇山, 他们任何人都有资格批评我, 但作为念念的父亲, 你没有, 你总觉得是我背叛你, 但是八年了, 但凡你主动调查过一次这件事情, 但凡你对我有一点信任, 甚至但凡你对念念有一点耐心, 你都不会亲手送你自己女儿去死, 你告诉我, 万崇山紧紧攥住她的手, 她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还隐瞒了我什么, 周晚冷漠地挥开她的手, 别问我, 去问你妈, 万崇山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 她全身的血液好似都停止了, 眼里快速闪过的, 是第一次见面时, 趴在地上的那张小脸, 是的, 她居然才发现, 她不止是像周晚, 还像, 像万里云, 甚至是像她, 但那时她完全被周晚, 可能与别的男人结婚的怒火挟持了, 只要想到周晚的背叛, 她就丧失了一切理智, 以至于根本没有发现周晚当时拙劣的谎言, 万崇山紧起身, 她摇摇晃晃地提脚向医院外走去, 她要知道所有的真相, 她要彻底查清楚,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八, 万里云视角, 万里, 云总感觉自己的生活充满各种戏剧化, 尤其是从她八岁那年, 得罪班里的那个小哑巴开始, 那个小哑巴, 因为被遗忘在大巴封闭的高温车厢内, 太久而脱水性休克, 在医院抢救三天后, 还是去世了, 从那时起, 万里云就感觉自己的世界, 好像步入了另一个极端, 学校里观照她的方老师因涉嫌过失智人死亡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 四年, 警察来到学校时, 方老师抓住她的手喊, 小云, 能不能和万总说, 让她救救我, 真的和我没关系啊, 万里云正脱开她的手, 害怕地躲了起来, 回家后, 万重山似乎与爷爷奶奶大吵了一架,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万里云害怕地喊着爸爸, 万重山终于回头了, 她问万里云, 你以后是要和我在一起, 还是要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万里云选了爸爸, 然而从那以后, 万重山似乎是彻底变了一个人, 她似乎只是单纯地为了发泄而活着, 她似乎决心要剥夺自己身上一切万家的印记, 甚至不惜一步一步地摧毁着, 万家几十年来积累起的商业版图, 一天深夜, 万里云看见爷爷奶奶打来电话, 哀求爸爸停手, 我知道你们心里不痛快, 你为什么要拿属于你自己的家产来发泄呢? 你们觉得痛心吗? 万重山反问, 你们摧毁我的家人时, 又想没想过, 我的心也会痛。 别人说, 万重山疯了, 万里云也觉得, 自己爸爸似乎是疯了, 他去看过自己妈妈, 那件事以后, 周晚就宣布彻底与万重山决裂, 但对他却很客气, 客气地仿佛对着一个陌生人, 眼里再也没有从前的温柔, 又过了几年, 万里云听说周晚再婚了, 再婚对象是一个心理医生, 那天晚上, 万重山喝得鸣顶大醉, 万里云把喝醉的他从客厅转移到床上, 结果从他手中看见了一张紧钻的作文纸, 他从里面掏出来, 展开一看, 里面是一篇字迹工整的作文,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能替我和妈妈遮挡整个世界的风雨, 也许因为时间太久的原因, 上面的黑色字体已经被蕴染开无数的墨点, 仿佛是, 被悔恨的泪水所蕴染开的, 万里云回到自己房间后, 迟迟不能入睡, 他已经失眠很多年了, 他有一个魂牵梦绕的噩梦, 那是在一个大巴上, 他看着自己讨厌的小孩在车后排迷迷糊糊地睡着, 下车的时候, 他想, 要不要叫醒他呢? 哼, 算了, 我有那么好心吗? 这么想着, 他自己走下了大巴, 直到现在, 万里云依然感觉自己灵魂还遗留在那辆大巴车内, 日日夜夜受着无形的高温的炙烤, 而狱中的方老师, 痛苦流泪的爷爷奶奶, 癫狂的父亲, 那一张张脸, 在万里云脑海中来来去去, 最终都定格成一张永远停留在八岁的小女孩的脸, 神啊, 时至今日, 万里云终于在梦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如果你真的存在, 那么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吧,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周念念视角, 这小姑娘真有福气, 一醒来, 我就听见耳旁有人念念叨叨, 这么热的天气, 她一个小孩被锁在封闭的高温车厢里, 待六个多小时还能抢回一条命, 可不是有福气吗? 不只是福气啊, 简直像是奇迹, 睁开眼后, 我就看见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的我妈, 她虚虚地环抱着我, 仿佛怕把我弄坏了似的, 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就像一只红眼兔子, 我被吓了一跳, 想说点什么, 喉咙却哑得说不了话, 旁边的医生说, 我还得休养一段时间, 休养时期, 虽然身体上有些痛苦, 但是我却十分开心, 因为妈妈终于放下了手上的工作, 不仅每天都会来给我送饭, 还会给我讲各种故事, 有的时候, 碗叔叔也会出现,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吓了一大跳, 以为生病的是他而不是我, 因为他瘦了好多, 脸颊都深深凹陷进去, 他仿佛不敢直接看我, 每次都是偷偷地看, 和他相处还怪尴尬的, 而且他不怎么会说话, 妈妈每次看见他, 都会赶他走, 又过了几天, 方老师也来了, 念念能不能让万总放过我, 他紧紧攥着我的手, 我真的不是故意把你忘了, 我发誓, 我以后一定不会, 他的话没说完, 医院里的保安又把他请了出去, 他最该庆幸, 你还活着, 不然他就等着坐牢吧, 妈妈冷笑, 那方老师现在会有事吗? 我看向他, 你希望他有事吗? 我想了想, 小声道, 做错了事, 就要受到应该有的惩罚, 不然, 做对有什么意义呢? 说得真棒, 妈妈摸了摸我的头, 不久后, 我回到学校, 再也没有看见方老师, 据说他被吊销了教师资格证, 转入了别的部门, 连续三年都取消了平优平仙资格, 学校里很多同学关心地询问我的身体情况, 我一一回答了, 然后在学校里待了一天后, 我总感觉怪怪的, 总觉得好像应该蹦出来一个人, 莫名其妙地挑衅我才对, 直到我看见教室里放着一张空桌子, 我问同桌, 那个人没来吗? 那里一直没人啊, 就是个空桌子, 同桌奇怪道, 我比他更奇怪, 那里不是应该有个今年来的转校生吗? 好像是首富的儿子, 叫什么万? 剩下名字卡在我的喉咙里, 下面的话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回去后, 我和妈妈说这件事, 妈妈说我肯定记错了, 万叔叔没有儿子, 这一度让我很疑惑, 但我也没疑惑多久, 因为妈妈搬家, 所以我也要转学了, 不久后, 妈妈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恋情, 是一位姓李的心理医生, 李医生很爽朗, 长相看着温温柔柔, 但尤其擅长冷笑话, 据说对妈妈一见钟情, 一直在追她, 那个姓万的叔叔呢? 我悄悄问妈妈, 在啊, 你妈眼瞎时的黑历史, 就不用拿出来说了吧, 妈妈和我摇耳朵, 李医生追了三年后, 妈妈终于同意和她结婚了, 后来我才知道, 妈妈同意结婚的理由, 是因为她自己去做了劫诈, 还向妈妈保证只会有我一个孩子, 但那时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单纯为妈妈开心而已, 李医生对我也很好, 高中时我爱上滑雪, 李医生经常在周末开几个小时的车, 送我到一百多公里外的滑雪场进行训练, 有一次我的脚在训练过程中受伤, 李叔叔停下了自己的工作, 照顾了我一个多月, 我的吊瓶每次没水, 也是他第一个发现的, 有时候我随口说了一句喜欢什么, 一日就能看见他们出现在我的房间, 我感觉我亲爸如果还活着, 可能也做不到李叔叔这样吧, 高中时我想去国外留学, 妈妈担心我的独立能力, 怎么也不同意, 李叔叔悄悄给我打了一百多万, 说有任何问题都让他来处理, 事实也是, 后面几乎所有的申请资料, 包括手续, 都是李叔叔搜集了资料和情报, 带着我弄完的, 那年年底的时候, 李叔叔生日到了, 妈妈早早就订好了一家私房菜馆, 说不仅要庆祝生日, 到时还会宣布一件大事, 我想到李叔叔这么久以来的照顾, 也决定给他一个礼物, 但是送什么好呢? 李叔叔那么有钱, 好像什么都不缺了, 不走运的是,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 李叔叔在门口帮妈妈整理好围巾, 我在后面看着他们, 突然发现这种感觉其实也很不错, 这时, 李叔叔撑开一把黑伞, 又回过头朝我伸出手, 我愣了一下, 把手递给他, 妈妈自然地靠过来, 一手挽住我, 这感觉就仿佛我们生来就是一家人, 在普通的冬日一起出门吃饭, 念念, 妈妈突然很温和地开口, 能不能以后不叫李叔叔了呀? 我也觉得, 我盯着脚底的雪地, 鼓起勇气开口说, 生日快乐, 爸爸, 李叔叔, 不, 爸爸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 到了包厢内, 我才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与我差不多大的男生, 看见他的瞬间, 我总觉得有种隐隐约约的熟悉感, 这个人我好像见过, 我告诉妈妈, 妈妈轻撑了我一眼, 这是妈妈一直资助的一个小孩, 你在哪里见过? 他继续介绍, 他从小父母都不在了, 但是成绩很优异, 明年高三, 我和你爸爸想了很久, 决定让他转来S市高考, 你觉得怎么样? 我没有意见, 我放下围巾, 眼巴巴地看着他, 你叫什么名字啊? 男生抬眼面无表情地看我, 但并不说话, 他不是不想理你, 是他不能说话, 妈妈低声说, 我瞬间同情起来, 原来是个哑巴呀, 他叫万里云, 妈妈继续说, 你好, 我伸出手, 笑道, 那小云,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窗外的雪依然速速地飘, 我们一起开心地吃起火锅, 背景的电视里, 似乎在播放一则新闻, 万事集团因并购后遗症最高预亏4.3亿元, 万崇山与九亿股即将被拍卖或失去控制权, 液动飞入